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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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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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避免肩膀內旋夾擊 接著我們將肩胛骨後收 雙手在身體的兩側大拇指向上 比出一個英文字母T字 最後我們一樣後收肩胛骨大拇指向上 比出一個英文字母W 學會掌握好肌肉張力就可以拿起啞鈴 開始增加浮重訓練喔 每個動作7下總共21下 重量不要用太重 以感受度為主 訓練上背以及內側 如果你想把這三個動作拆開來 單組訓練也可以喔 第四個動作 啞鈴手肩 十五下三組 主肩休息1分30秒 訓練我們的上斜方 在操作時我們下蹲指低點將啞鈴抬起 頭部自然向前看做總肩的動作 緩慢將啞鈴抬起再緩慢下放 感受上斜方的張力 上斜方訓練形成較短 可以使用大重量的訓練 如果握力不足的話 建議搭配拉力帶使用 接著進入腹肌訓練 第一個動作 上腹訓練 十五到二十下三組 主肩休息1分30秒 我們將雙腳放置bench上 雙手觸控膝下 在操作時 頸部與肩膀全程不觸地 維持上腹的肌肉張力 第二個動作 下腹訓練 十五到二十下三組 主肩休息1分30秒 我們將雙手平放身體兩側 將雙腿上抬全程不觸地 維持下腹緊張感 第三個動作 側腹訓練 二十下兩組 主肩休息1分30秒 我們彎曲雙腿坐至地面 選一個適當的重量 固定好下半身 旋轉上半身 將壓鈴左右移動 第四個動作 登山跑30秒兩組 主肩休息1分鐘 這是一個很棒的收尾動作 不但可以訓練我們的腹肌 並同時擁有有氧的訓練 雙手觸地 雙腿輪流上凳 維持好呼吸節奏就可以囉 好的那以上就是我分享給大家 在家花4天練全身的第四天 背負加腹肌的訓練 影片中使用示範的器材 是BLAZE的 AD三二可調式雅鈴 只要準備一顆雅鈴 就可以包含了2公斤到32公斤 非常的節省空間又方便 以及Fitness Reality可調式Bench 如果有需要健身器材的朋友 可以到影片下方的連結購買 那邊有比官網更便宜的折扣 還有其他各種健身器材可以選擇 那如果你有其他問題的話 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 或是私訊我 我會回答你相關的問題 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邊 我是基隆蓋 我們下次見 掰掰